欢迎来到成星迪热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利热巴工作室微博 迪利热巴工作室什么时候成立的 家行旗下艺人中 除了杨幂 所有成员都没有工作室 杨幂虽然也是艺人 但他自己就是老板 所有旗下艺人都要经过杨幂的控制 迪利热巴是家行发展最好的艺人 他的很多粉丝希望热巴有自己的影视资源 于是要求公司给热巴开工作室 3月10日 迪利热巴正式开启了工作室 带着蓝月的家行迪利热巴工作室官微已正式开通 目前虽然还未发布任何有关消息 但是在粉丝之间已然造成轰动 粉丝开心 有人担心 难道迪利热巴要离开杨幂了 其实不是 这个工作室微博是为了更好的和更方便的跟粉丝交流 也可以顺带扩大作品的宣传度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团队 迪利热巴依然是加航传媒的一名艺人 这个工作室相当于一个资讯站 这个微博涨粉也是快到惊人 一段时间没看就加了上万粉 可见迪利热巴的号召力 热巴出道多年 然而走红却差不多只用了两三年 2014年 热巴参演了克拉恋人 他饰演的超级大明星高文 高贵冷艳 气势非凡 极具女神范儿 而在遭遇奇葩前男友的背叛后 他陷入了感情 事业的双重低谷 然而天生坚强骄傲 有着很高自愈能力的高文 在雷一鸣罗靖饰演的陪伴下 满血复活国内千篇一律的电视剧里 很少会出现这种女神加女神经无缝转换 毫无坐坐痕迹的角色 作为中国版的千颂隐 高文的戏份被大家称为搞笑综艺节目 这是热巴走红的第一步 接着热巴出演了李慧珍 证明了自己的收视能力 漂亮的李慧珍讲述的是一个被岁月摧残 从小时候人见人爱的小公主变成龙套 女的女主遇见曾经毫不起眼的矮错胖长大 却变成了精英高富帅的男主 选择让白富美闺蜜扮演自己的都市浪漫爱情喜剧 热巴这次饰演丑女李慧珍彻底放飞自我 留个爆炸头 点上小雀斑 架个黑矿眼镜 乍一看和迪丽热巴平时的形象确实出入很大 看得出来迪丽热巴在塑造这个人物时 还是花了心思的 声音刻意压低 由于不自信走路时会下意识的含胸徒背 还有笑起来把门牙暴露在空气中 在辛苦努力下 这部剧最终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当然热巴走红还有跑男这个节目的帮助 天时地利人和下 迪丽热巴就成为了娱乐圈最受瞩目的新生带小花 不过 还是不能否认公司的帮忙 迪丽热巴因为被杨幂看中 签约了杨幂工作室 有了杨幂老板的加持 资源自然不必担心 陆续拍了《古剑奇谈》《微时代之恋》《风中奇缘》《美人制造》 虽然没有大红 也是小有成就 杨幂曾经说过 迪丽热巴很像从前的自己 我们都知道杨幂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 在自己怀孕的时候还拍了打戏 生完孩子没几个月又快速复出 自己开工作室当老板签约新人 工作非常的努力 迪丽热巴也和杨幂一样 十分拼命 迪丽热巴的第一部剧是《阿娜尔汗》 在央视播出 拍这部戏的时候迪丽热巴才19岁刚上大一 导演因为看到了她一张模糊的照片 就让人把当时正在中央戏剧学院 独大一的热巴带到跟前 当场决定就用它 拍摄条件非常的艰苦 正是进剧组前 还去当地的农民家里体验 生活一个多月 正是拍戏的时候 不管当天有没有自己的戏 热巴都会每天跟着剧组的大巴车一起到拍摄现场 虽然如今已经是大明星 但是热巴的这份努力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而视频